文章来源 RFI华语 中国多个外事单位最近频繁出现人事调动 包括驻古巴大使马辉出任中共中央外队联络部部长助理 以及副外长华春莹有可能出任驻欧盟大使 这些调动应该是王毅的人事布局 而其布局背后的原因中央社程序分析值得关注 中央社今天引述明报今天分析 一周前马辉回到中国出任中联部部长助理 这是中央外事口部门领导最新的人事异动 此前中国对西半球唯一共产党国家古巴展开紧急良缘行动 马辉是前线具体执行者 明报文章所指的外事口 包括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外交部中联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国台办国际发展合作署及地方政府的外事侨务港澳办 该文指出 近日外事口部门的高层调动 还有中国驻印尼大使陆康升任中联部副部长 其他人事调动 包括驻南非大使陈晓东 外交部部长助理 兼新闻司长华春莹任副外长 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赵志远 调任外长助理 农农调任港澳办副主任徐飞鸿 出任驻印度大使等 文章认为 上述连串人事异动 可以看作外事口最高领导人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的人事布局 据指出 去年以来 中国驻中东几国大使的调动 也引人瞩目 包括驻伊朗大使常华 调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前驻沙国大使陈伟庆 出任外交部西亚北非斯司长等 这番调动 与中东外交建区进取之间的关系 值得关注 文章并指出 目前中国外交部的重要空缺 包括领事司司长 非洲司司长 据该报道 此外 由于华春莹升任副外长 她接任的新闻司长 也是必要交榜 被视为外交部明日之星的华春莹 是唯一未有驻外大使经历的副外长 有猜测 目前主管欧洲事务的她 可能接任副部级的驻欧盟大使 补强履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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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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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